呛呛三人行 哎呀 刚才听这个林峰大夫讲这个魏泽西这个讲得真好 你再给大家讲讲你的感受 我觉得呀 魏泽西这件事情啊 其实它暴露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 它暴露了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对科学知识的一种缺乏 就是说你这种疾病本身是不可能治愈的 所以你对自己没有 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再有一个这些医生啊 也是就是这些 生物免疫疗法 它搞生物免疫的治疗方法呢 也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也是一个我们现在仍然在研究的一个方法 而且在某些药物中 在某些疾病中间还是挺好的 那当然你比如说卡特 卡特前一段时间不是说的吗 他的那个黑色素瘤 就是用了生物免疫治疗 他彻底的好了 他还在那在到处宣布 前民主党的总统 对呀 卡特总统 他也就说他对一种特异性的一些疾病 是有效的 但是他不是所有都有效 他不是万能的 好 这个你也得要知道 他的这种有限性和他的有效性 最重要的是 医生要对这个事情要非常清楚 他要跟病人全部都说清楚 你不能够利用病人对一种癌症的一种绝望 然后跟他无限夸大药物的效果 让这个人 让这个病人倾家荡产 做最后的一搏 借钱或者是卖房子卖地 最后去搏命 最后搏到家破人亡 他不跟你拼吗 真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几个方面 都是一个很 所以啊 就是 都没做到位 他的一句话就把几个问题都点出来了 他真是 是吧 就在知乎上的 对 一个百度 对不对 然后是个武警医院 然后还说Stanford的技术 央视的采访 他说孩子吗 我还能不相信吗 所以一下子把几个关键点都全点出来了 您是这个神经外科 有一些经常中风啊 或者是肿瘤这样的情况 不可一了 这个人就是走向绝路了 你说怎么告诉他 那就要告诉他 你说他可能当时精神就崩溃了啊 或者说会不会整个这个 中国会不会告诉家属先 我们也 因为你说的就是这个告诉家属嘛 或者是告诉病人本人 我们当然先跟家属谈 而且这个事也是渐进的 也不是一下子 前天还 昨天还好得跟啥似的 第二天就突然死了 这不可能这样子一个大的落差 所以一般来讲 也是一个徐旗见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跟病人沟通 今天到底哪好了 哪又不好了 为什么不好了 每天都要跟病人沟通 然后在这个沟通 他本身就有一个铺垫 如果真的是不行了 我们也确实跟病人说 确实是不行了 当不行的时候 有一些家属还是要 要就是说 你现在他还就喘着气呢 现在还有这个呼吸机给他撑着呢 比如说我们要告知 这个病人已经脑死亡了 那只是说因为是插着管 呼吸机给他 给他氧气 实际上拔了呼吸机 他就是一个死的 脑子已经死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人他会 他会不接受 他觉得好像 你看他是不是还有血压 还有心跳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常会 也说也会说 把道理说完了以后 我们会说 你们有没有想到 这样子病人本身 假如他有脂的话 他会接受这样子的一种处置吗 他生前或者是说 他在清醒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尊严 是应该如何来保持 有的时候马上就说 那我的父亲绝对不会这样 他要是知道他病了 以后是这样子被维持的话 他肯定拒绝 我说那我们应该尊重病人 你知道这是中国很多家庭 碰到的一个矛盾 比如说家里如果有老人 是这种情况了 脑死亡了 但是呼吸机还插管 这个据说呀 往往老一辈啊 思想比较保守 你这个话要跟年富力强的讲 大家就能理解 那老一辈甚至会觉得 你孩子不笑啊 你这叫把家里老人弄死啊 你觉得这种情况该怎么 你们医生是一般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我们是 要跟病人反复的沟通 当然也不是说是强迫 我把道理都给你讲 你说你要是一定认为说 我就要这样 那我们也会说 不会说不救 因为中国没有脑死亡法 有很多的国家 它是有八十几个国家 它已经立了法了 只要医生认为 你是脑死亡 医生有权决定 到所有东西都拔了 治疗就停止 你怎么说都不行 必须这是医生 这是法律 那严格说来 中国没有脑死亡法 就说把管等于是安乐死 不是安乐死 也不叫安乐死 安乐死是真的是 清醒的情况下 清醒的情况下 或者是你有意识的给他 让他死亡的一个手段 那把管就是终止治疗 终止治疗 终止维持 而这种情况下 在我们国家现在没有 所以一定要家属要同意 如果家属要是不同意 那我们还维持 现在这种状态 一直到他心脏死亡 因为等他心脏 各个器官都不能够支持了 那就结束了 所以这种情况 有些家属还是会坚持维持 那我们还是尊重 其实对病人的整个处理过程 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你对生命的尊重 包括对他深厚的尊重 和他家属的尊重 甚至你知道 我听过这个林峰大夫就讲 说看见一个女孩 这个动物满手术 这林峰大夫去看她 说谁给你剃光头了 说怎么能剃光头呢 哎呀就旁边的大夫 干嘛解释说 我问过他同意了 问过他同意 就是他就考虑的那种 就是说 如果能够不剃头发 对于女人来说 对 是很重要的 是的 是我们经常都要 都要这么想 包括男同志 我们现在也是 能不剃的 能够保持他原有的 那种状态 尽量让他 人的尊严 和外貌各方面 都要尽量的保持 人在医院里 是最weak 就最软弱的时候 所以说 中国的医生 不是像少数不良媒体那样 都是那么妖魔的 不能妖魔 就是 枪枪三任性广告 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您有没有一个例子 就是你觉得你跟这个病人 或者他的家属 沟通的比较好 或者比较有教训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有教训 我觉得基本上我的 我跟病人沟通都还不错 回来点 再给我们讲个好的 让我们也学学 其实他刚才已经讲了好几个 都是具体的例子 我有一次腿上一个脂肪瘤 去看医生 有一个香港有一个在中环 很贵的医生 其他的我没什么 我得到一个医疗费很贵 我就一个印象非常深 他照片一看 然后他就跟我分析了几点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 这个情况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怎么怎么 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如果说 他跟我说你开始怎么样 不开始怎么样 先简单的分析了 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开 是的 我马上就相信这样的 就这样 我们经常会这样 你看我 我在一个和睦家院 看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老头 他头疼 然后我呢决定要给他做一次腰穿 然后 当然做事先 我也要跟他说 做腰穿可能会发生什么 都要签字 他要签同意书的 当我跟他讲他的必要性 和他的可能问题的时候 我还没跟张嘴讲 那个他就马上说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么多 他说假如我是你的父亲 你会 你还可以给我做吗 我说yes I do 他说那行了 你就不用他 我签字 真的 这很重要 这我发现是一个招 就是你看 他们那个神经外科 也有一个大夫 有一次就跟你这一样 他就说 这个病人家属就讲 做这个确实有危险 对吧 但是该怎么跟他说 说怕负责任的医生 就跟你讲 说那确实 可能是五成五成 你自己考虑 但是你要是出于这种心思 他就说 要是我的孩子 我就让他做了 这病人家属一下就明白了 但这里考验 也还是职业道德跟良心 对 因为这是一个将心比心 你要认真说这句话 对 这等于是在一个诅咒 这等于是在某种意义上 这是一个诅咒 对不对 我是你的父亲 当然碰到有的人 广东人说 发誓当吃生菜的 就诅咒完全不到一回事的 对 随便变人的 他眼不变着 心不跳 跟你说瞎话 这一招也没有用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还听说过 一个那个 那个留言呢 你知道吗 就是奥运会 那个彩牌掉下来的 那个 很叫人唏嘘的 对 他当时跟你是怎么聊 其实我也是 我也是给他 在比较早期 我就看过他 看过他的整个的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 看了他 确实是不能恢复了 完全的脊髓完全断了 所以我也跟他说 我是留言 咱们其实呢 就是说 不会走了 就是你可能就不会走 一辈子要坐在轮椅上 但是 不会走 并不是特别可怕 腿啊 不过是个代步的工具 有腿他能走 没腿也能走 你有车能走 有轮椅能走 他就是个代步的嘛 所以实际上 当我们要是 如果说 你坐在轮椅上 你仍然可以跳舞 你看你讲话 你那个手的姿势多美呀 你又有一个大脑 特别聪明的大脑 再加上你的上肢的 那个肢体的语言 也非常美 你可以跳轮椅上的芭蕾 后来他真跳舞了 真的他就是在 轮椅上的芭蕾 跳得真的是很好 后来他真的去念了 舞蹈学的博士 他就研究各种舞蹈当中 手部的动作 包括佛的这个手印 对 开出自己的一个学术 所以说我觉得 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医生 他起的作用 我就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听林老师说的 咱们应该这个重新 竖起一些个价值观 你比方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报道利比亚 那个动乱的时候 好像就说 好多人呢 就往三个地方跑 因为怕那个北越飞机轰炸 往什么地方跑呢 就是教堂 医院 博物馆 对 就因为这个普世价值观 说这价地方飞机不炸 是的 你这就反映这个人类啊 你看医院 医生和僧人 你有没有想到 博物馆 这个这个就是 就是这种这种学者 学术 他是应该在咱们的谱系当中啊 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概念的 是最受受人尊重的 两部我最喜欢的作品 俄罗斯的一个战争与和平 跟一个日瓦格医生 里边的两个女主角 他们的人生的最关键的时候 都是在战场上去照顾伤员 就是在那些伤 就是眼看要死亡的 这些男人的面前 体现出这些女性最辉煌的时候 而且你知道就说 他等于医学是有限的 这人体包括人脑太神秘了 你我听到他们这个 开讨论会也讲 就说你看这医生自己会反思 你在干的是什么 你开的一些药或者你的一些疗法 说实在的 难道你百分之百的就知道能够治愈吗 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你会想 好比说中世纪时候的这个医生 还就有什么放血疗法 甚至咱们过去过去的乡村的医生 他可能很多奇奇怪怪的疗法 但是那个时候人们是认以为真的 就像今天一样 那么你从历史上想起来 这个医生的角色 他一直干的是个什么事了 最后他们的医生研讨啊 得出来我觉得一个很哲学的结论 就是说医生这个本质上啊 是个人与人之间的支持和帮助 就是也许科学的东西啊 将来也有100年之后 可能会发现今天的某一种方法是无效的 但是呢 今天的医生尽心尽力的在给你干什么呢 他实际就是人在有了某种危难的时候啊 他就要有人去扶住你 对 他其实更本质是这么一个意义 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考太深了 人类是很晚才搞清楚 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 心脏啊 这些这些人体的 我看医学的历史 16世纪 所以我在想啊 人类现在对自身的这个认识啊 总体上还不如对外面的认识 人类就是一个小宇宙嘛 您就真的 您就说这儿 您是研究大脑的 就是 我最近给你看几个照片 你知道吗 最近说是意大利有一个医学家换头 要给 你可以看看啊 要给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人 就要给 这是意大利的那个医学家 要给一个得了 好像就是像霍金那种病的 这么一个俄罗斯人 要换头 换脑吧 换脑袋 换头 他整个头换 对 你看就是他 所以说是将要进行这个手术 我还听说一个传闻说是有中国的医疗团队在配合这个计划 您您知道这是 听说知道 你爱你是专门研究大脑神经外科 你你觉得这人的脑怎么回事 我觉得人的脑子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搞不清楚它 因为我们是用人的大脑去研究大脑 就是不失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所以人的大脑对我们来说 对人类来说 它永远是有一个背面的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把它看得特别的透 您说的真有哲理 他就是自己怎么看自己 就你能看见你的眼睛吗 对呀 说是爱因斯坦的大脑拿出来做研究 他拿出来的研究能研究出什么呢 我给你看看 他们有 据说网上有爱因斯坦 你可以看看长什么模样 咱们可以看一下 他所谓的研究也就是看 爱因斯坦的大脑 大脑他就是看那勾回 深不深 有没有脑的萎缩程度勾回有多深 也仅此而已 其实目前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 比如说磁共振 现在磁共振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叫功能磁共振 所以可以研究脑的网络系统 也就是说你的 比如说我听你讲话 对 这个信号怎么进来的 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网络 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他再传达给大脑 然后告诉大脑你应该怎么去回答 就整个的这一个过程 他的网络的表述是什么样子 现在都能够找到 都能够通过这个功能磁共振 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对于我们脑子的这个 你说话的地方 你唱歌的地方 你那个动手的地方 动脚的地方 在不同什么样的位置 他都能够看得出来 而且他都能显示出来 不同的这个功能区 而且他这个功能区 也还能显示出来 他是从哪到哪 他是整个的传导素 那个传导的那个纤维 怎么传的都能够看出来 但是还是没法复制人的梦境 梦境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那就是意识什么的 那个是更加的复杂的 从量子力学从各个方面来去 不断的去探讨他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看脑子静息态 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些 这个就是一些病人 植物人 我们现在看了好多是植物人 但是植物人他也是有想法的 你现在通过磁共振 你也能够看得 也能够找得到 他发现得了他脑子里的想法 最近有一些文章 也是都有 就是用磁共振 当你把这些植物人 放到机器里面的时候 放到磁共振机器里面的时候 你在耳边跟他说 跟他说 你现在在打高尔夫 你的高尔夫球怎么打 用左手或者用右手怎么打 然后你就可以看见 他在那个运动的那些地方 是有闪的 是有功能区的闪亮的 就说明 就是说我们认为他没有意识的时候 或者他不能回答你的时候 他未必是没有想法 只是限于脑的活动 影响不到中枢 还有各方面的 另外一个现在的这些科学的发展 还有把脑电脑电图可以和这个 它的功能 它的表述 它的功能区的表述都可以连起来 甚至呢 可以做很多的这个脑机接口 什么叫脑机接口 脑机接口啊 就是 人机连接啊 对 他不是 他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清华大学 有一个麦格文学院 他们有一个红包教授 他做的那个脑机接口 他就是把那个脑电波 做的一个那个电波 像个帽子样的戴到头上 然后呢 你就想事 你想事的那个 想出来的那个东西 就可以指挥 遥控指挥 那个机器人在跑 我的娘哎 这么神啊 现在也有很多 还有一个 有的那个视力都忙了 就是眼球没有了 但是他可以带一个导盲镜 然后呢 他有一些 就是那个导盲镜的摄 摄像 摄出来的这个影像 把它变成了脉冲 然后呢 可以放在舌头里 放在舌头上 通过舌头的这个感觉 传达到脑子里去 让你知道 你所看到的东西 这个我听说过 您知道吗 这还是他就说 现在这个国外的 这种大脑的研究啊 就人不是用眼睛看见的 你是用大脑看见的 如果你忙了 他是用像舌头的触觉 对 哎 高清摄 比如说摄像机 转变成这个电信号 刺激你舌头的触觉 然后他认为你大脑啊 从触觉这收到信号之后 通过一定的训练 对 你就能看见东西 据说 但不叫看见 他这个叫感觉到 感觉到 看见也是一种感觉嘛 哎 但是实际上据说 看到的还比较昏暗 但是确实产生了 类似于看见的感觉 因为你是在大脑里成像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您觉得这个有灵魂吗 越来越 话题跑不停 对对对 其实这点我倒没有太多的研究 但是对大脑的功能 我真的是非常想研究 而且就因为这 我才专门就是成立了一个康复医院 就通过康复这个途径来研究大脑的功能 而且问题是还能恢复 这个很神奇 没错 而且它是怎么恢复的 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恢复的 所以这点是特别神奇的 比如说说话的地方和唱歌的地方 它是在脑子里不是一个地方 但我说话的那个地方坏了 但是我唱歌的那个地方 我能不能够通过训练唱歌 或者是训练唱歌的一个某一种途径 让说话的语言会能变好一些呢 不是说哪里有个老太太 到墓地转了一圈 不是是武汉嘛 最近就是武汉有个老太太 新闻都爆出来了中风了 中风完了之后 老太太满口讲 讲广东话 武汉话不会说了 对对对 这个有的 因为它说语言 打了哪根神经了 不是 它是语言的那个分区是不一样的 你说不同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这个以前我们也有过 就是外交部的一个姓史 摔从那个五楼上掉下来 从电梯口掉下来 摔了伤以后 从此不会说中文了 完全就只会说英文 哎呦 那让我也摔一下 这正愁英文不好 看来外国语学院将来学字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主要可以 外国语学院可以改摔教学院 所以实际上 康复是一个特别 是在我们国家特别缺的一个医学的一个部分 康复医学 所以它不光是让这个残疾人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或者是生活的质量 更重要是它也帮助我们神经系统和神经科学工作者 来研究 人是怎么康复的 他能知道你怎么康复的 他就能创造出更好的康复条件 让更多的残疾能获得恢复 那我问您 就是大脑里边管唱歌的管说话的 就是管自我意识的在哪呢 就是你觉得有个我 这是在额叶的里边 还真有这么个地方 当然有这个 但是它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因为我的这种自我意识 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你的性格 你的行为 你的等等这些东西是在脑子的中间 在脑子中间 是怎么说的 左边是理性 左边更加理智 对 右边是情 逻辑 逻辑的 右边是情感的 是吧 情感的艺术 还曾经有人说 人实际上只有半个大脑的人 还都能生存的 生存肯定没问题 但是功能是不是很完全 那是另外一回事 您见过大脑缺失一部分的人 他平常生活都能够正常吗 有啊 这个很神奇 所以呢 所以它有的很大的情况 它是一个替代 像我们有的时候做癫痫的手术 有个小孩子刚生下来 他得了脑炎啊 或者是那个癫痫发作的非常那个平凡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半球切除 整个半球 他都要把它切掉 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就是说 不那么天天发癫痫 对 癫痫就太 太致命了 太那个让痛苦了 但是你切了以后呢 他仍然还是还可以走路 还可以说话 那你这种切掉一部分的手术将来会不会发展到 不需要切一部分 只需要动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把大脑当中的某一部分的功能去掉 可以 这样训练人类将来不就是 比方说军队警察方面 不要那么多感情 服从心律 当年曾经有问 切除脑白质啊 什么的那种 某一方面特别要讲纪律性 你别那么多愁善感 把你右边搞掉一点 那不行 你这就违反人类了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我们先不讲文理 当然有可能性 当然你比如说戒毒的 戒毒的他那个成瘾那么大 那就是把他这个瘾 瘾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渴求 对不对 对 是你的一种追求 对不对 可以从生理上去 快感奖赏系统 对 奖赏系统 把这个奖赏系统给毁掉 强奸犯也可以做同样的处理 对 那就是化学改造人了 那已经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那不能做 又是很深的伦理问题了 对 这是很深的伦理问题 即便是这样 技术上做得到 因为我们对这些地方 都有非常清楚的 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现在等于我们的研究 已经很深了 对大脑的流行